讲求速度效率的现代 即便机械生产快速便捷 不过执着于职人手写手作的人大有人在 瑞瑟湘公所首度结合县文化局 办理书法老师现场挥豪赠春联的活动 也吸引了大批民众来排队索取 耐心等候书法老师一撇一捺的书写祝福 也来附庸风雅一番 在华林县文化局的支持下 首度办理书法老师现场挥豪赠送春联活动的瑞瑟湘公所 一早就吸引乡亲民众前来排队索取 好来来来 叫什么 春 相较于电脑设计印刷列印的春联 不少人仍执着于职人手写手作的春联 除了感受手写祝福的温度 不少民众也希望孩子能认识书法文化艺术之美 云瑞湘公所迎接新春的到来 首度办理书法老师现场挥豪免费赠送春联的活动 除了预备百福现成的春联 书法老师现场挥豪的春联作品也有上百件之多 最后全被大家排队索取一空 这是我们公所第一次办这个 那个迎春送春联的活动啊 那请了我们花联县书法协会的两位老师 来帮我们做就是书法的春联的现场挥豪 那我们这次预计准备了300份的春联 那就包含我们的大斗方小斗方 四聚联跟队联都有300份这样子 那办这个活动是为了就是一个是要 发扬我们的传统文化 就像刚刚我们理事长老师说的一样 就是写书法可以让我们的心静下来 那一方面是这个 一方面是因为过年到了春节来的时候 我们是希望透过这个活动 然后把一些好运啊 还有一些祝福 让我们的乡亲就是带回去家里这样子 挂在门口也表示我们相公所 对大家的一个祝福 书法老师现场挥豪免费正春联 大批民众排队耐心等候的同时 也欣赏书法老师行云流水 逼走龙蛇的挥豪 就如一场文字的艺术饗宴超级疗愈 大家不禁龙来附庸风雅一番 拿着手写春联 迎接新春龙年的到来 记者是玉兰瑞色采访报道